大家好 歡迎收看神來點評 我是神老 Apple 達人阿柯 本期要來介紹 iPadOS 18 有哪些實用新功能喔 更新 iPadOS 18 之後 iPad 終於有了計算機 App iPad 上的計算機 App 不只有基本計算功能 點選左下角的計算機圖示 還能切換成科學計算機 如果有換算需求 也可以打開換算開關 角度、面積、壁紙等通通難不倒 點選左上角 還能開啟記錄 讓你回顧之前的計算內容 在計算機 App 中 還有數學備忘錄功能 這個功能可以讓你用 Apple Pencil 手寫 或是以鍵盤輸入數學公式 之後只要寫下等號 計算機就會立即解答 iPadOS 18 讓你能更自由地自訂 iPad 介面 現在你可以將 App 和小工具 放在主畫面的任何位置 讓背景圖片更加亮眼 打造出屬於你的獨特風格 在主畫面長按後 選擇左上角編輯中的自訂 還能調整小工具與圖示的大小 或是變更顏色深淺與色調 iPadOS 18 還讓你可以自訂控制中心 只要在控制中心長按 或者點選左上角的加號 就可以開始編輯 按著圖示時能隨意移動位置 如果想要調整大小也沒問題 有些圖示還有多種大小可以調整 想要加入新的控制項目 只要點選下方的加入控制項目 就能進到資料庫 使用時只要在控制中心滑動分頁 就能快速地找到要用的功能囉 iPadOS 18 新增了 App 隱藏與鎖定功能 只要在想隱藏的 App 上長按 選擇需要 Touch ID 並點選隱藏並要求使用 Touch ID 就能將選擇的 App 隱藏起來 被隱藏的 App 連通知都不會跳出來 搜尋也找不到它 之後要用的時候 只要到 App 資料庫中的隱藏資料夾 用 Touch ID 解鎖就能找到它 有了隱藏功能 讓你再也不用擔心他人意外看到敏感資訊囉 iPadOS 18 的同波共享功能 讓你能更輕鬆地幫助親朋好友解決 iPad 的使用問題 使用方式十分簡單 只要撥打 FaceTime 給對方 選擇共享中的要求共享 等對方允許 你就可以在共享的螢幕上點選或畫圖 彼此都能看到畫面上出現對應的動畫 如果對方還是有困難 你還能要求遙控的權限 直接遠端操控它們的裝置來解決問題 以上就是 iPadOS 18 的新功能介紹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神來點評我們下次見 掰掰